您的第二个问题 我希望另一半 不要阻止我 断死李 因为我自己在内 都有一个习惯是什么 买很多衣服回来 鞋子 包括很多物品 特别是晚上购物 买了很多对待家里 那我希望家里 可以变得更加简洁 到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可以定时地清理一下 那如果愿意的话 把它捐出去也可以 尽量地把家里腾空一下 20号 男大宾 你好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 跟你住在一起 然后你每个月要定期清理 但是她的习惯 就比如说我 我可能没有这种 断舍离的习惯 如果说我作为女孩子 我不关心干涉你 但你会不会干涉 比如说是去处理掉 我的东西这个样子 对 关于如果说我的另一半 他有这一个习惯 我会两种选择 第一种 我会帮他放在一个房间 处理好 第二种方式 假如说确实没办法解决 干脆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空间 来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你就把你需要的面积 告诉他就行 孙雪 男嘉宾 这里 你好 你好 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断舍离完了之后他得买 对 你会阻止对方断舍离完了之后 继续买 然后继续扔 继续买这种 你那不叫断舍离 你那叫换货 这个跟阻止没有关系我觉得 因为既然我们自己用不上 也不需要 那就不要留着 然后再去买 我就认为没有关系 因为所有的物品都是 我们需要再次购买的 好 谢谢 四号 那个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 倒腾棍扔东西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咱俩还挺有 那个共同语言的 然后包括家里的那种风格 我就喜欢那种插季风 所以就是需要东西 越少越好 对的 因为这种感觉 会营造一个家庭里面 就是很舒适的氛围出来 其实断舍离本身是一个 日式收纳衍生出的概念 它单位面积很小 日本的房间和国土面积太过狭窄 确实没地方放 但日式断舍离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标准是精美化 并不是说100件粗糙的商品 扔掉90件就是断舍离 是要把100件粗糙 换成10件最精致的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 背后还有艺术审美 还有这种淘汰 背后留的那个部分的 那个判断标准 断舍离再往下一层讲的是 如果内心圆满了 我们不需要外在那么多物质 来填补自己内心 他最后讲的是 通过对物品的舍弃 回到自己内心的那种平衡 那种圆润 我觉得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 会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的 就像很多人对外在的追求 可能在20岁30岁40 50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之分 做自己最喜欢的就好 让男嘉宾说到时间 说30 50年都不一样 但是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如果有些东西能传承百年 必然有它的道理 我就一下就想到了这个 恒顺香醋的酿造的记忆 因为它是有百年传承的结果 而且用陶坛晒制 越存越香 历经时间考验而不褪色 哇 好